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近年 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短延时强降雨 动辄超过100毫米的石雨量 极为考验排水能力 而拥有广大平原地形的嘉义线便直接面临这样的问题 锅子板这样过来 由北往南进来 当然挥一条掌盘 这样挥进来 然后这一条是考验排座出去 然后这边就是锅钩 这边是掌盘 它当初设计没有搭配抽尾站 那台湾还有警报 又关掉了 那关掉的时机或好报的时机 这个时候还会退炒啊 它水还还很高啊 过沟中板 能出来的水也有限啊 再这样过沟板就比较低了 比如说这样子 它滴这样子 所以只有这个空间吗 还是比较低 但是这个空间不足啊 如果它可以这样子 它就这样 它这个空间就大了 就把那个过沟跟掌盘 汇流口那边 我就加一个又CMS抽尾站 就是我们那个掌盘过沟那个抽尾站 我们这三台的话 它是采用采用引擎 然后带动我们这个抽水机 我们这个抽水机的位置 一厚可以抽两栋的水 这有三台 三台中央一厚可以抽六栋的水 我们这一个抽水站 主要是抽掌盘 排水跟过沟排水的水 抽到考试盘大牌 然后今天测试起来是满OK的 满满力的 这两条白水的水量差不多三万桶左右 我们这边 进去试抽 点半斤 就用这两条白水 本来满满 把抽都搭起来 抽水的功能是很好的 抽出来以后 会降低掌盘 还有勾勾排水的水位 那就有重力跑出来 掌盘春还有勾勾春 它从村庄那边的水就可以很顺畅的 一直流到勾勾排水 掌盘排水 我们就可以又要抽到考试盘排水 考试盘排水 看你要流进去志宏池 站置 或是直接就从扎门 就可以用重力流 就可以排出去了 所以我的目标就是说 在台阶手线引擎我把这个高低地的节线 这个水一流过去以后 绝对不能拿来议题 尽量提高它的标准 然后再把这个周围 这个滴力区 的抽移基能量加大 从此变多 掌盘过沟抽水站的建制 连同了高低地分线沿线排水整治 与志宏池抽水站的陆续兴建 共同构筑成保护嘉义县沿海地区的防护网 同时 属于非工程措施的淹水感测器 也已安装完成超过100处 提前预警水警中心 与灾前进行部署 从银到银 再包括这个设备 整个环境 因为你这次好的月 我们可以帮助这些民众 他不再受到银水的财 还这样 所以他在整的时候 我们就很够了 吊装安装 让他不要受到人为上的紧张 对 这个大概是我们的感受